一幅名画它拍卖出几千万美元的高价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正常 因为它有独一无二的收藏价值 但如果一幅虚拟的画作 就是我们说的电脑上画的一幅画 叫数码的艺术品 如果也拍出了几千万美元的价格 大家是不是会认为这个有点离谱了 但这种情况确实还真的发生了 有一幅数字的画作 在老牌的我们说的加斯德拍卖行 它进行拍卖卖出几千万美元的高价 大家会说 这不就是一张可以随意下载的 夫资粘贴的这么个图片吗 究竟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传统的话只要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它有价值 那我们这个数字的话 如果能够做到确认它是独一无二的 确实是最原始的那幅画的话 也就是现在区块店说的 一种最流行的一种说法 非重置画代币 也就是这个NFT概念 简单的拿这个比特币 我们来几例的话 一块比特币和另一块这个比特币 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可以等价的互换 这叫什么重置画的代币 而且是可以分割的 但明确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个NFT了 它和这个比特币它相反的 它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每一块这个NFT 都有这个独立的价值 而这个一块NFT的价值来源 它就是以绑定的那份数字的资产 它是相对应的 它自然是不可分割的 就像我们说的一幅画 你不能把它分割 你分割的这个画 其实就没法看了 但这个事看上去 其实就挺蹊跷的 我们说我们最好还是要 插两眼睛来看看这件事 首先这次天价的NFT的交易 确实更像是一场炒作 因为这次天价的NFT的买家 它正是目前最大的NFT基金的创始人 应该说是始作俑者 也就是可能将来它利益最大的 这么一个组织 另外我们看到 加之的拍卖的官网的公布的数据 参与这次拍卖的33位藏家 有30位都是我们说的 首次参与藏品拍卖的人士 多半也都是年轻的 应该说是80后甚至00后 中和这个两点大家一看 当然就比较明显了 这是所谓的艺术圈的破圈 应该说就是一次NFT的自我营销 也不得不说确实是很好的营销 特别是在全球数字化货币 一直比较好的白热化的现在 一张普通的数字图片 也能借助区块链的东风 在二级市场上 可以由几美元炒到几千美元 政治更高 但这样的行情是不是能够持续呢 我一直告诉大家 比如说比特币也好 区块链也好 一定的意义上 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故事有个特点 故事真相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人信 有人信它就会有价值 其实任何的投资市场都是如此 某一个投资品在炒作 他的炒作往往是说 从初期大家还看不太见 国家说不太理解 在质疑声中一路上涨 等到大家都差不多都弄清楚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同样的故事 讲未来的故事的价值 那个时候的行情 大概率也就炒得差不多了 NFT这样的故事 应该说还是可以讲下去 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可能还不太了解 所以大家还有得讲 所以也就建议大家 对这故事 你要当故事看 所以你要擦亮眼睛 甚至包括现在的市场上 这流行的数字货币 其实也一样 也是故事讲得特别精彩 你最好能够了解它背后的一些逻辑 非常好能够了解 我们下期视频 你自己来吧 不停地騎 不停地跌下 我认为那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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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跌下 我认为那点都没有 我认为那点都没有 不会对 那么你 如果是什么